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快 人们对时间的利用率也在不断提高 快餐厅顺势诞生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国内最受欢迎的快餐店 其实是麦当劳 肯德基之类的 而我国本土的快餐厅 却并不怎么受欢迎 在国外 最受欢迎的反而是中国式的餐厅 而不是国外本土的快餐厅 难道这和异性相惜 同性相识是一个道理 不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中国式快餐厅 说起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中国式餐厅 就不得不说熊猫快餐了 1983年 程正昌在美国洛杉矶 成立了这个中式快餐的快餐厅 熊猫餐厅作为选美最大的中餐厅连锁店 在美国将近40个州 共计开了800多家分店 餐厅员工共计有2.1万人 营业额也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其实程正昌在创办熊猫快餐之前 就有过相关的经历 程正昌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堂兄在美国开了一家中式餐厅 他过去帮忙 当大堂经理 这一干就是30年 虽然程正昌是一个数学硕士 但是这次的经历 让他对餐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后来离开了堂兄的餐厅 他决定自己开一家餐厅 于是排下了一个地处偏僻的咖啡店 开始做自己的中式餐厅 并取名为飓风员 程正昌和父亲 是要将自己的餐厅打造为中式菜馆的麦当劳 回想刚创业的那段时间 第一个月的营收 只有1万2千元 这连基本的开销都无法满足 甚至在周末 营收也只有几百元 为了将自己的餐厅做大 程正昌在银行借了1万块 然后买了牌照 自从有了牌照 程正昌的餐厅生意也逐渐好转 从之前的每天不到100元 到每天都超过400元 1983年 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来找程正昌台合作 在起名字的时候 他想到了中国的国宝 于是 熊猫快餐就此诞生 经过改良之后 程正昌的熊猫快餐 成为最受欢迎外国人欢迎的中国式餐厅 但是却并不怎么受中国留学生的欢迎 因为在留学生的眼里 程正昌的餐厅并不正宗 当然 这也是事实 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口味 也为了将自己的生意做大作详 改良是难免的 由此 程正昌的中式餐馆的麦当劳的梦想得以实现 熊猫快餐 熊猫快餐最开始只是在美国的47个周有分店 从2011年开始 熊猫快餐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现在已经在日本、加拿大、迪拜、韩国等多个国家开设了分店 截止2019年 开设的分店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家 并且开设的分店数量还在以每三天开一家的速度在增长 可以说 熊猫快餐的分店已经开遍了全世界 同时 熊猫快餐每年的营收额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170亿元 员工的数量 也已经超过了3万名 而熊猫快餐的创始人程正昌及其妻子 身家也已经超过了4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大约为308亿元 而且 通过30年的努力 熊猫快餐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人最爱的中式餐厅 同时 程正昌在2008年被评选为福布斯25位知名美籍华人 和程正昌同时被评选上的人 还有远虎的创始人杨志远 YouTube的创始人陈世俊 熊猫快餐被称为是中餐界的麦当劳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值得同为国人的我们骄傲的一件事 但是熊猫快餐却表示 永远都不会入住中国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熊猫快餐的中餐 和我们平时吃的中餐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而且程正昌也曾公开表示过 和在国内开中餐厅相比 在国外赚钱更加容易一点 国内的快餐店 在国内一点都见不到熊猫快餐的身影 但是麦当劳、肯德基 却已经成为国人最常光顾的快餐厅 以麦当劳为例 1902年 雷克罗克在美国创办了麦当劳 经过70年的发展 到1972年 麦当劳的产值 已经高达10亿美元 1980年 麦当劳成立25周年 同时 麦当劳在国际上的营收 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 也是在1980年 麦当劳在香港开了第一千家分店 1990年 在深圳开始第一家餐厅 之后以每年开一家餐厅的速度 迅速在国内扩充套现自己的势力范围 2017年 麦当劳以977.2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 在2017年 Brands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摆强榜 上牌在第九位 2018年 麦当劳牌在第八位 2017年12月 更名为金拱门 这一更名事件 在2017年 也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其实不管是在国外发展势头 正盛的熊猫快餐 还是在国内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的麦当劳等快餐店 都是社会的催生物 当然 在创办的时候 也要能够对市场有准确的判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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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